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文章,名字叫做《2022年只剩一个月》,大总结 转眼,2022年就剩下一个月了,倒是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天地之间,若白居过细,忽然而已。 不管你是否准备好,2022年倒计时的钟表已经敲响,最后31天,请记得好好地谢谢自己。 致敬自己,你的每一份不被人看见的努力,在将来都会加倍补偿。 关于自己 这一年我明白了,生下来活下去,生活不容易。 人活一回,别总想着为谁活,谁又能为你活,好好爱惜自己,告别往日那个将就度日的自己,热气腾腾地,认真生活。 这一年我明白了,无论你多么善良,都被人说长道短,人难做,别人嘴里的善人更难做,所以随心而活吧,他人想算计,就由他伤脑筋,不理是非,才轻松快乐。 不惧未言,才心安理得。 这一年我明白了,生活是开水,不论冷热,只要有适合的温度就好。 生活是口味,不论酸甜苦辣,只要有合适的口感就好。 每个人过的都是自己的生活,与他人无关,自己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这一年我明白了,日子久了,不一定生情,但一定能够见人心。 人与人之间清静与否,除了血缘外,还在于是否交心,真心对待朋友,一定会收获珍贵的友谊。 这一年我明白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用去羡慕别人,时常想想自己所拥有的,才发现自己也过得很好。 这一年我明白了,生命无常。 年龄越大,日子越来越少,看着周围一些熟悉的人离开, 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当下,用心过好每一天。 关于健康 有人说生了一场大病,你就活透了。 的确如此,说一千遍,好好爱惜身体,都不如生一场病,让你觉悟得快。 你可以坚强地像一个巨人,可是身体终究是诚实脆弱的小孩。 牙疼,头疼,脊椎疼,哪一样不是你亏欠它的结果? 人生没了健康,就没了一切。 我们为了钱不断地忙碌,从白天到黑夜,从年轻到年耐,从黑发到白发, 只要自己还有一丝力气,就绝不停下。 于是,熊猫眼,皱纹,白头发,疾病便早早地来到我们身上。 人生原本是苦而短暂的,而这些只会加剧我们的痛苦。 所以,千万别再给自己打空头支票了。 对自己好一点,健康第一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 金钱花费了才有价值,存着就是个数字。 人生用心了才是生活,不用心就是活着。 时间珍惜了就是黄金,虚度了就是流水。 身体爱护了就是幸福,不爱护就是痛苦。 挣干净前,过安稳日,睡踏实觉,想清闲福,是人一辈子最大的福气。 2022年最后31天,请开始行动吧。 每天三餐按时吃,早睡早起,多喝几杯热水,坚持运动。 未来的美好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是否能保持健康,好身体就是好运气。 关于家庭,什么是夫妻? 百年修得同舟,千年修得共振。 夫妻好比两条腿,要站稳,要走路,谁也离不开谁。 相爱一辈子,争吵一辈子,忍耐一辈子,这就是夫妻。 什么是家? 家是夫妻共同经营的,编织着梦和苦辣酸甜的窝。 家是一副重担,家是一份责任,家是彼此的真诚相待,家更是能够白头偕老地慢慢旅程。 家就是和家人在一起时情感了全部,拥有它时,它频繁如柴米油盐酱醋茶,失去它时,掏心掏肝也找不回。 什么是婚姻? 婚姻就像一桌酒席,爱是主食,宽容,理解,信任,尊重,就是一道道菜。 欣赏,幽默,趣味就是酒和饮料。 只有同时具备上述几个品种的酒席,才算得上完美无缺的酒席。 什么是幸福? 有家就是幸福。 家是一个放松的地方,让人心情舒畅,怡然自得。 累了,烦了,伤了,痛了,还有家可以回。 在家里可以完全敞开心扉,你可以完全拥有信任,你可以充分得到理解。 有个相守的另一半就是幸福。 人生之路多防忧,有个人能陪伴着自己走过风风雨雨,相互扶持,共同撑起一个温暖的家。 到老了,依然相守在身旁,这就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有子女就是幸福。 孩子是自己生命的延续,当你亲眼看着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一代一代这么传承下去,你能说这不是一种幸福吗? 关于生活。 看过一句扎心的话,好好活下去,每天都有新打击。 成年人的不如意,不是像小孩子丢了一根棒棒糖那样短暂,而是像穿着魔脚的鞋在路上行走,每一天或多或少都有些磕磕绊绊,甚至有时会跌倒在地。 工作,生活,感情,总有些猝不及防的难题,但我们却早已习惯了做见招拆招的能手,再难的时候都会找到出路。 2022年最后31天,请记住,流水的烦恼铁打的你自己,除了生死以外,没有什么过不去。 如果你面对着无数癥结难解的难题,请学会静下来,一点点解开心结,请相信,当你越了解自己,生活也就越容易。 如果你失去了很多,请学会从容看淡得失,聚散离合,请相信,所有失去的都会以另一种方式归来。 时间过得真快,2022年眨眼就过去了,接下来的每一年,我们都要更加快乐地过,明白地活。 谢谢坚强的自己,不管经历了多少辗转反侧的夜晚,还是咬着牙,走了过来。 谢谢努力的自己,不管遇到多少心力交瘁的事情,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谢谢有爱的自己,不管爱对爱错,还是依旧阳光明媚地去爱,去付出。 2022年的最后31天,一定要加倍珍惜。 中文字幕团阅